就是我对你惊奇 对你惊奇 心灵珍宝每一天 梦想一定会实现 好 这个系列我们在谈到 在职场做个赢家 这个礼拜我要谈一谈 我们如何在职场的工作当中 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有些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的转化 转变 做一些的调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想一般来讲 大概有几种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 应该辞掉现在这一份工作 然后去找掉一个更适合我的工作 我想很多时候 在职场上面转变的时候 到底我应该考虑什么东西呢 第二个 我应该 我一直很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那么我可以这样子做吗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 我可以开始 可以进入这个领域的里面 开始开创自己的事业 第三个 我已经结婚 我有孩子 我怎么知道何时能够转换职业 因为你有家庭 你责任更重大 任何一个职场的转变 我想对于这个家庭来讲 的影响都非常的深远 我想这些问题 可能我们都在职场上面 或多或少我们都会遇到 我今天比较想谈就是说 当你人生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的时候 有什么做决定的原则没有 我想我今天不是要去分析很多 你的市场的专业的知识 或是做很多市场调查 我想不是这样子 而是我们退到一个比较原则性的 一个更基础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特别面对我们的职场转换 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 很感谢神在圣经上有一位 在职场上很成功的 空前绝后 古今中外空前绝后 最聪明的人 我想那个就是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曾经在圣经上写了两本书 一本是传道书 一本是箴言 我想这两本书 在旧约圣经里面都非常有名 我相信这两本书 在圣经里面叫做智慧书 我们今天要从所罗门的智慧里面 来截取 来看看在我们人生当中 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到底所罗门给我们怎么样的建议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思维 来面对我们人生重要的决定 我想有很多方面可以谈 但是我把它归纳出五个 我认为当你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很重要的原则 所罗门这样子告诉我们 第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则是 你要寻求属天的智慧 意思就是说 在你做任何决定之前 你在听取别人的意见之先 你要先去看看 到底神的真理是怎么说 神的话语是怎么教导 你要先把你的决定 带到神的真理跟祂的法则里面来 我们先来读下面这一处圣经节好吗 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知因你的路 这一处经文是我记得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他送给我的一个匾额 一个装饰品这样子 大概他觉得我这个人小聪明太多 太容易靠自己的聪明做决定 其实我蛮同意的 这里说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你要认定神 你要抓住神 你要以神的真理为依规 你要先询问神的智慧 那么祂必要指引你的路 从毕业那一天直到今天 这句话成为了人生非常重要的法则 那么我常常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真的需要来寻求属天的智慧 属天的智慧在哪里寻求呢 我必须说这本书 就是神告诉我们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智慧 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 合成我们一般在使用的这本圣经 那么我很喜欢这样把它归类 旧约圣经是一个展示性的一个真理 就是它展示很多人的人生在你的面前让你看 看见他们怎么样跟上帝互动 以及他们人生的结局是怎么样 那么新约圣经我认为比较是指示性的真理 就是它告诉你许多重要的真理跟法则 新约比较是教导性的东西 旧约比较是展示性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新旧约对照当中 你可以看见属灵的原则 神的真理怎么有效的运用在 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整体的来了解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 我喜欢这么说 你买任何一个贵重的电器用品 或者你买手机 你换电脑 其实都有很清楚的说明书 每一次你用任何的工具的时候 说明书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我们人生有没有说明书呢 请你跟旁边说 圣经就是人生的说明书 跟他讲一下 所以我今天要很鼓励你 你要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 然后透过神的话语 来明白寻求前面重大的抉择 当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觉得大家都认为对的东西 你以为就是对 那么是真的这样子吗 很多人都说要结婚的对象 只要高富帅就对了 高富帅就好了 其他都不要就高富帅 真的有一个人出现了 又高又有钱又帅 你就嫁给他了吗 我们来读下面这处经文好吗 来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我希望你不要轻易的这样做决定 我们人生许多重大的选择 不是人云亦云 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对 圣经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要做出有智慧的选择 这是很重要的 你也要特别小心 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很了解很多事情 就以靠你的聪明来做决定 下面这处经文我们读一下 来 自是聪明的是愚昧的人 这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够聪明 他能够分析所有的事情 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不必来寻求神 不必来问神的真理 不必来 不必为这件事祷告 圣经说其实他是一个愚昧的人 我今天要鼓励各位 不要靠你的感觉 不要靠你的聪明 来判断跟决定事情 学习 倚靠神 还有来寻求属天的智慧 来做出重要的决定 因为其实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的一切跟一切 当你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 那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你要每次做决定之前你要问 那么上帝在圣经里面 是怎么说到这件事情的 我很感谢神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从小我就听到很多圣经故事 上了国高中之后 又开始自己有QT生活灵修 我就更多的来研读圣经 这样子神的话语 常常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必须这么说 我人生做的许多重大的决定 我都是花很多时间祷告 而且寻求圣经当中的真理 来做出一个我心里面觉得平安的决定 我觉得这样子的模式对我的人生 是极大的祝福 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 你带到神面前 大概百分之六七十已经不用问了 例如说有一个朋友来跟你说 你最近很缺钱 对不对 我跟你说有一次机会 我知道我已经算好 有一个运操车从这里经过 我们明天只要抢这个运操车 我们就发了 我们就发了 然后我们后半辈子都不用工作 我们都可以生活了 那你觉得很心动吗 其实这种建议 这种声音来到你的脑海里面 你立刻就删除掉 就删除掉 阿们吗 今天如果有一个拿一个毒品给你看 试试看 这个吸起来很舒服 你现在压力很大 对不对 吸一看 你一看到就可以知道 这可以删除掉 很多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决定是 你几乎不用判断 你就知道这不要碰到我 因为这不是我要选择的对象 也许如果你再更认识神一点 你会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我年轻的时候面对结婚的对象 很多女生都很可爱 对 没有错 但是如果不是基督徒 很抱歉 大概对我来讲就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当然我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要像我这样子 但对我来讲 我知道什么东西是神的法则 在我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楚 神做事的许多原则 所以对我来讲大概70%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决定了 大概有30%的事情 圣经没有绝对说是这样或是那样子 那么我们就要更深的了解 圣经里面的法则 神的法则 透过更多的研读圣经 了解神的真理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多的知道这些的法则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就是 顺便置入行销一下就是 为什么参加培育课程很重要 好 请你跟旁边说要参加教会的培育课程 圣经不是写在天空的一本天书跟你无关 圣经是很深刻的跟你生命当中结合的一本书 如果你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 来活出圣经的真理 你一定蒙受上帝重大的祝福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我要有系统的 我要有步骤的 好好的开始来认识神的话 当你更多的把你的决定 人生重大的决定 带到神的话语的亮光当中的时候 你一定会被上帝保护 你一定会被上帝赐予你智慧 引导你前面的道路 所以第一个你要寻求属天的智慧 第二个你要了解事实的真相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做一个职业的转化 或者要不要投资一个事业的时候 那么你要了解那个专业知识里面 一切真实的情形 很多人很属灵 他会觉得说只要我祷告 我觉得神给我看到什么图像 我就做决定了 圣经也没有告诉你7-11可不可以加盟 也许你最近有看到一个7-11 他们一直来邀约你 你也觉得好像应该这样做 主 我能不能加盟7-11 放开圣经 找一个第七章第十一节的 看看写得怎么样 请你跟旁边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然后当有一天你迫切祷告的时候 醒过来 早上醒过来说 主 求祢给我一个意向 给我一个看见 那到底我能不能加盟7-11 突然发现今天是7月11号 哈利路亚 我知道神给我答案了 我今天我可以加入这个事业体 请您跟旁边说 完全不可以这样子做 跟他讲一下 事实上你要很充分的去掌握 这些的知识 注意 圣经怎么说 我们来读一下 来 今明的人都按知识行事 很多人觉得好像当你属灵之后 认识神之后 你就一切都靠领受的 我当好同意领受很重要 感动也很重要 可是真理跟知识更是重要 今天圣经说 今明的人做事情都是按知识而行事 你如果要投资一个7-11的连锁店 你了不了解 这样像这样子一种便利商店 他后面所有的运作的机制 然后他整个市场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你自己的财务状况 各方面你要做很深入的了解 你才能够做决定 要不要做这个投资 很多人觉得他有一个专长 他就想去做一件事情 例如说假设你得到一种做披萨特别的处方 那并不表示你要开一个披萨店 你了解我意思吗 当然也许这样子很好 但是不一定都需要如此 有时候你要看看这个市场适不适合 很多时候我们知识不够完整 资讯不够充足 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 我印象很深刻 刚刚我退伍不久 我刚刚开始在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在我以前的教会 认识一位弟兄是原住民 他就跑来跟我说 他说这个我在我的家乡 他原住民他的家乡 那片山是他们祖先他们家的山 那他说那个山里面有一个山泉 那个山泉是一直的涌冒出来 一直冒出来的 而且是源源不绝的 他觉得那个泉水非常的甘甜 他说我们来合作 我去取那个泉水 但是你投资车子跟水桶 我们来做卖水的生意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 刚刚这个矿泉水 慢慢开始再越多越多起来 我觉得这个好想法 可是我说等一下 那个水到底真不能喝 那干不干净 我们要去做检测 所以我请大家先弄一个水的样本来 我们去拿去中兴大学 做很专业的检测 结果检测出来是非常棒的水 很干净的水 我说这样好 这样好 我们来做生意 这个水的源头不用钱你知道吗 只要器具 那些运输 我们就这样做了 不到半年亏损累累 其实你知道做水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他一个人 然后我一点资金 然后你以为就可以把水的工程 做得很好吗 最后我们失败得很非常 不过我们还是很好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但是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 这个领域是你完全 对我来讲是全新的领域 对它来讲 它只是有一股泉水 你了解吗 你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并不表示你在那个领域 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其实这些就表示说 我们需要有充足的资讯 我们要有充足的知识 来做评估 做判断 你不要忽略这样的事情 我再一次说 你很属灵 并不表示你做生意都会成功 阿们吗 那你还是要有很完整充足的知识 我们来读下面这处经文好吗 来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你不要觉得说 我这个很好 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马上就要做这件事情 别人的意见还没有听完 你就要马上要做决定了 那么其实这是一件愚昧的事情 很重要的是 当你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你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不是要做出快速的决定 请您跟方说 要做对的决定 不是做快的决定 跟他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我们要赶快做决定呢 如果你会觉得需要赶快做决定 通常你是在压力之下做决定的 那么让我跟你说 当你重大的决定 请你千万不要在压力之下做决定 压力通常不是来自神 让你感觉到有压力的 他的来源 通常不是来自神 而是来自可能你自己 可能别的人 也可能是文化上 或者你的面子挂不住 各方面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基本上 要你逼迫你仓促做决定的 那基本上不是来自神 你说那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有下面这书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因为神说 我要给你的 如果是我做的 我要你做的决定 你心里面会很平安的 你不是在逼迫当中做决定的 不是在冲促当中做决定的 不是要证明自己多厉害的情况之下 做决定的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要分辨清楚 资讯要够完整 我印象很深刻 在后来我有一次的机会 我跟一个弟兄也是组内的 另外一个教会的 因为我们有一起合作过一些的生意 不是生意 就是我在设计上面的案子 然后后来经过别人介绍 他就 我们就受邀去到那时候 还没有建立旌旗教会之前 就去大陆参观一个台商的事业 在那边发展 然后他因为 他说他事业做得很成功 他们正要扩大 所以他们要增资 那他们增资的时间就是一个期限之内 资金要进来 如果不能进来就没有了这样子 所以他跟 这个台商跟我这个弟兄是朋友 所以他就跟他说 这是一个增资的机会 所以就带我们去看他的事业的发展 看到那些东西 介绍的很清楚 然后又请我们吃饭 然后接待我们各方面做说明 说明完之后就让我们回来 讲好某一天就要把资金汇过去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次他大概汇六百万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大概汇六十万这样子 然后正当我们准备要汇出去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再一次的 为这件事情想一想 然后他看着我看着他 他问我说 你真的有平安吗 我说 还好你问我 我觉得我不太平安 然后他说 真的 你也这样觉得 然后他也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不太平安这样子 他说那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平安 那我们就不要汇钱过去 我们就不要投资了 但是我们又觉得很为难 饭也给人家吃了 那人家接待也接待过了 口头也基本上好像都答应了 好像突然撤资不做了 好像面子挂不住一样 我觉得那这样很为难 后来这个弟兄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去处理 我去处理 后来我们就决定 我们就不投资了 结果被骂死了 被骂惨了这样子 但是后来发现 果然那是一个空壳公司 那是一个吸金的一个公司 后来我们才知道 好感谢神 那因为祂给我们一个很催促的时间 你一定要哪一天 赶快把资金放进去 不然门就关了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所以在那种压力之下 你实在没有时间 再充足的去收集很多的资讯 来确保到底这个投资是不是好的 我觉得这是给我人生一个非常大的警惕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 你要拥有充分的资讯 充足的知识在这件事上 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很属灵 你做生意就会成功 不然你发给我看哪里有这么说 圣经有说 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很精明 精明的人都是按知识行事 要充分的掌握资讯 要充分的了解 那个领域里面许多的专业知识 圣经从来没有拒绝专业知识 还有很多的市场分析 这些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三件事情 你要接受属灵的遮盖 这意思是如果你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你需要跟你属灵的领袖谈一谈 我认为如果一般的决定 也许跟小组长 区长可以谈一谈 应该还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 我鼓励你 也许可以跟屈都甚至屈牧 可以聊一聊 透过这样子属灵的领袖 我相信他们有属灵的权柄来祝福你 我们来读一下圣经上这一段话好吗 来 这里提到说 那一些引导你们的 那一些属灵上面带领你们的人 你们要顺服他们 注意我在这里说的 属灵的遮盖不是指说 他们要在技术层面 在市场分析 在专业知识上面引导你们 不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这些属灵的领袖 他们未必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知识 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在属灵上面引导你们 为你来祷告 也为你来领受一些 也许是启示性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 给你一些属灵的原则跟洞见 帮助你做很重要的决定 可以给你参考 帮助你做重要的决定 我印象很深刻 教会初期的时候 一段时间之后 有一个弟兄 他生意做得很好 也很祝福他 那他后来事业发展到一个地步 有一个机会他要跟另外一家企业 来做一些的合作这样子 所以他特别把这个重大的决定 来问我跟金梅 然后几个童工 那我们就为他们有一些的祷告 我印象很深刻 在那次祷告的当中 金梅姐就有一个领受 她就领受 好像她为她祷告的时候 就想起Discovery 有一次有一个动物方面的一个图画 一个影片 那个影片在描述 两只羚羊他们因为要了争夺领导权 在那地方缠斗 那打斗到最后 最后两只羚羊那个脚 因为很大的脚 最后缠在一起 脚怎么样都拉不开来 那结局是什么 这两只羚羊就这样子拉不开来 两只羚羊活活饿死 那他就看到这样一个图像 所以他突然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事业要稍微谨慎一点 是不是要这样子的合作 还是合作有别的方向 要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 后来这个弟兄他就更谨慎的 跟这一家企业来合作 后来他也跟我说 感谢主这个真的保护了他们 让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亏损 我相信属灵领袖的遮盖 或者他们为你祷告 给你的一些建议跟原则 我要在这里特别说明 他们给你的不是一个命令 不是一个规定 来挟制你做决定 他们是给你的是一个建议 一个属灵的参考的原则 是为了要保护你 阿们吗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请大家注意 不是说那属灵的领袖这样讲 那我就非得这样做不可 我想不是 但是他们给你的建议 我希望你要很认真的 来寻求 来明白 来确认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让你的生命可以不要做出一个 让你自己受到太大的伤害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除了你跟这些属灵的领袖谈之外 我也觉得第二种人 你要跟他谈一谈的是 你要跟做过类似决定的人谈一谈 他们曾经跟你一样 要做这个事业 或者他们要做这个改变 或者他们要做这个决定 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经验 那他们的经验是怎样 他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我觉得 如果你可以跟这些过去 有类似做同样决定的人 跟他们谈一谈 那会让你可以学到很多功课 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第三种人你要跟他谈一谈的是 那些跟你最亲近的人 也许是你的家人 最认识你的亲朋好友 跟他们谈一谈 因为他们会从爱你的角度 从了解你的角度 然后你做这个重大的决定 他们会给你一些建议 我相信这三个层面 属灵的领袖 曾经有做过这个决定的人 还有你的家人最亲密的朋友 这三个层面给你的建议 你可以来了解之后 帮助你做出有效跟正确的决定 很有可能这三个方面给你的建议 结果之间会有相反的建议 有可能吗 是有可能 但是至少你都评估过 这些不同角度 给你的声音跟建议 而且他们真的都是 对你是有效的建议的时候 你最后再做出的决定 至少是考虑过了 评估过了 你才做的决定 我相信这对你来讲是有益处的 因为圣经这么说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圣经非常鼓励我们 我们要有很多人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集思广益 我们再读下面这一处经文 来 独断独行 计划失败 集思广益 马到成功 团队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事情当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透过团队不同的恩赐 一起来做决定 我在教会里面做很多重大的决定 我需要很多领袖跟我一起祷告 一起讨论才能够做出那个决定 我从来不会做一个决定 只有我自己认为这是对的 别人通通反对的 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个决定 所以圣经不要我们独断独行 这样子我们会计划失败 如果所有人都反对你 连属灵领袖也都反对你的事情 我建议你千万不要做那个决定 神要我们透过这一些的资源 在我们旁边的人脉 帮助我们做出成功的决定 我要这么说 生命太短暂 我们没有时间一直在错误当中 重复的学习 我们要寻求别人的经验跟建议 避免我们人生发生重大的错误 这就是我第三个标题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下面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 来 打仗要有充分的智谋 谋事众多才能胜券在握 请你把后面这两句圈起来好吗 谋事众多才能胜券在握 当你人生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请问你参考的建议多不多 够不够 那我相信这一些如果给你充足的建议的时候 你会做出更有效更准确的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不想问人家 是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不懂 或者我们去请教别人觉得很丢脸 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让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智慧跟谦逊是一体的两面 我通常看到那些很成功的人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谦卑的人 那些自以为是的人 通常他们的下场都非常的可怜 我今天要鼓励你 宁可谦逊 因为谦卑跟智慧是一体的 你不要觉得你很有智慧 而不请教别人 那其实最后你是骄傲而已 我今天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又谦卑的人 我们能够聆听属灵领袖给我们的建议 聆听过去有同样经验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聆听我们所爱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我相信如果能够这样子 你会做出一个有智慧的决定 第四个 你要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当你做出这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请问为什么你要再做改变 你要从这个职场换到另外那个职场去 你要创业 你想开创一个新的事业 或者你想人生要换到下一个季节去 那么请问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很多人是因为我就不爽现在的公司 我不喜欢现在的老板 我不喜欢现在的氛围 我觉得在这公司钱又少 工作又多 大家关系又很不好 我好讨厌这个公司 我决定要换一个公司 也许一般人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来问我 你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你要换公司 那么我给你的回答是 你的季节还没到 你不要因为你不舒服 不爽 很多的冲突跟压力 你要换工作 你最好继续在这地方做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上帝还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在你身上 上帝还在透过这个环境在塑造你 那你说难道我要永远在这里工作吗 这么痛苦 不 什么时候你可以离开 可以 什么时候你可以离开 你知道吗 当你的老板觉得 你这个员工实在太令他感动了 你这个员工实在应该帮你加薪 我希望你留在这个公司永远做我的员工 那个时候你可以走了 最近有一个同工跟我说 就是他的老板突然给他加薪 然后又有很多的优惠 他突然觉得公司对他非常的好 我头脑几乎没有想着 我用灵力的反应 我说这是一个记号 你可以走了 这样子 其实神要honor我们 通常就是在你表现最好的时候 是你 是大家都觉得很珍惜你的时候 但我不是说绝对 我只是说一般的原则来看 我只是怕你 常常这里不爽就换这个公司 那里不爽又换那个公司 有一句话叫做滚石不生胎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样子你到底累积了什么东西 你看起来都是他们的问题 都是老板的问题 都是公司同事的问题 都是环境的问题 都是政府的问题 都是总统的问题 都是他们的 都是联合国的问题 都是美国总统的问题 那干你何事呢 重点是你要在这个处境里面 你有你当学的功课 请你跟朋友说你有当学的功课 所以你要确认 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改变的决定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有两层目标你要特别注意 第一层目标就是 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 通常动机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 你想赚更多的钱吗 可以 很好 可是你为什么想要更多的钱 你单单只是因为想要收入更多吗 第二个 或者你想让你的时间更有弹性 那我要问你 你为什么觉得你现在时间很没有弹性 早久晚午上班了很辛苦 我希望自己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时间干嘛 多一点时间玩电脑 游戏 这样搞不好把你害死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有更多的 你要有 你到底做这个决定 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再来 很多人想说我要陪伴孩子成长 非常好 我非常鼓励 但是你不能够在现在这种场域里面 就有效的陪伴孩子成长吗 你需要做这个改变之后 才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吗 我的意思是很多人用很弹簧的理由 结果他觉得说我不要在这里上班 我要自己做生意 我才有多一点时间陪伴我的孩子成长 结果相反 他更忙 有没有可能 这是非常有可能 压力更大 现在关键是你的动机是什么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 再来 有效的服侍神 你为什么要有效的服侍神 你觉得神要你现在这样子来改变 以至于你可以做更有效的服侍神吗 再来 完成神赋予的意向 是吗 你做这个改变 能够有效的帮助你更去完成 神要赋予你的意向吗 我指的不是说对或错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厘清楚 我为什么要人生来到这个时候 我要做一个重大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会带来的结果 是不是我要的结果 我是不是真的要达到这个目的 那跟我的动机有很重要的关系 我只是鼓励你把它厘清 这是比较深层的 关于动机的部分 那第二个比较表层的是 你也要知道 这个决定做下去之后 你到底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例如说你希望 我工作从每个礼拜有四十个小时 我希望能够工作减到每个礼拜二十个小时 但是我的收入是一样多 以至于我多出二十个小时 我可以去做我真正想要做的 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 陪伴家人 或者服侍神各方面的事情 那很好 但至少你要把你的现况定义出来 第二个 你要把你的目标定义出来 意思就是说你现况是一个礼拜 要花四十个小时在职场上 未来我只要花二十个小时在职场上就好 但是你要确定 你这当中你的步骤是怎么样 你一步一步一步的过去到底是怎么样 当我讲到目标的时候 我是讲到是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 前面我讲的动机 那个比较是抽象一点 比较是你的一种描述 可是落实到目标的时候我就鼓励你 你可以把它描述出一个比较具象的东西 甚至是可以用数量可以来衡量的 这样子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 而且你的目标是什么 很多的人 人生从这个决定做到那个决定 那个决定转到那个决定 那很多的决定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自己没有弄清楚 到底他这个决定之后 他要达到什么目标 自己也觉得随便就好 都是feel来feel去 我就觉得这样子 我就觉得那样子 我就觉得那样子 是这样子吗 还是一步一步的 神在你的人生有祂的目的跟带领 我们要去把它弄清楚 我们来读下面这几处经文好吗 来 聪明的人的目标是明智的行动 但愚昧人在许多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展 这段圣经就说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他不是同时在做很多的事情 今天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人生要做这个改变 我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要达成 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动机 我也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内在的动机跟外在的目标 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我因为这样子 我可以很专注 我们再读下面这处经文 来 这里面简单来说就是专注 请你在这经文旁边写两个字 叫做专注 好吗 意思就是说 当你要做这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请问你专注的目标是什么 首先内在的目标你的动机是什么 再来外在的目标 你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现在的A点是什么 你希望你的B点是什么 我有时候跟很多教会牧师 在谈到这个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有趣 很多教会很想说我们要增长 我们要增长 我们教会希望突破 我觉得很好 感谢赞美主 但是我常跟他们说 你能够把你自己的A点先弄清楚吗 因为很多教会的牧师我问他说 你们现在教会多少人 不太清楚 你们奉献多少钱 现在不太清楚 你们儿童大概多少人 不太清楚 你们有几个小组 现在不太清楚 你都不太清楚自己有多少的状态 你不知道A点你怎么定义B点 今天我要鼓励你 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决定 你要先描述 那我现在是什么东西 现在什么状况 那我要改变的是 是什么东西 我要改变到哪里去 如果这一些东西你都能够厘清 你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在前面 当目标很清楚 你就不是同时往很多方向发展 刚刚的经文就是 一个愚昧的人 在许多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展 我想这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那你要很专注 在你人生这个阶段 这个季节 往一个神给你的目标发展 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 有四件事情 简单来说 第一个你要查考圣经 第二个你要取得事实 第三个你要寻求建议 第四个你要设定目标 我要给你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你要跨出信心的步伐 为什么要说信心呢 因为当你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你必须面对的是你内心的恐惧 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改变 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不一样 这会对你来讲 真的会带来一种惧怕 惧怕有很多很多种类型 最简单最基本的来说 我们很害怕犯错了 做错决定了 以至于我们会很难堪 所以为了避免很难堪 为了避免犯错做错决定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选择 不要改变比较好 不要做出那个决定比较好 这确实是有这种情形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的人生 犹豫不决 在某一种处境当中 他一直不敢跨到下一个阶段去 我认为如果你已经评估完这四个部分 例如说圣经真理是支持你的 然后你也知道所有的知识 资讯分析都是正确的 你也寻求过属灵的遮盖 还有亲友的认同 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支持你的 也为你祝福的 你也厘清了你真正的内在动机是什么 外在目标是什么 都很清楚的 那么我必须说最后要处理的就是 你有没有信心跨哪一步 因为那是关乎你里面的恐惧的问题 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当神寻找人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也用很 他恐惧是用外在很多的借口来包装的 例如神跟摩西说 我对你的生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摩西跟神说主啊很好 但是我左口奔舌 我不会讲话 你找错人了吧 上帝也向基甸显现跟基甸说 基甸啊我对你的人生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基甸说神啊你找错人了吧 我太年轻了 我在我的支派当中是最贫穷的支派 我在我的家中排行是最小的 我想你找错人了吧 神也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 跟亚伯拉罕说 我在你人生当中有一个伟大的计划 亚伯拉罕说我太老了吧 应该找别人才对吧 我们用各样子的包装 用各样子的外在的面具 来隐藏我们里面 面对你真正需要勇敢做决定 但是你犹豫不决的借口 我今天要鼓励你 当你来到一个季节 你真的需要做改变 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 你要胜过你心里面的恐惧 圣经有一句话怎么说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老看风似的 这句话很值得思考 所罗门观察很多人生百态 他说有些人就一辈子在观察 来观察去 你知道有些人永远不沾锅你知道吗 有些人永远在看风像 这个风 这样吹 这样吹 永远不决定它要属于哪一边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 你就不可能收割也不可能撒走 我们再读下面这一处经文好吗 来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这里也说 我们今天心里面做任何事情 不要在惧怕当中做 你要相信神而做这件事情 倚靠神而做这个事情 圣经上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 来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所以今天如果前面这些事情的评估 基本上都来到一个你的成熟度 接下来就是你要勇敢的 胜过你的恐惧 来跨出那个信心的步伐 那个信心的步伐 才能够让你真正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近期教会这二十年来 我也必须承认我做了许多重大的决定 其实我都很害怕 你不要觉得虽然信心 修哥信心肥大 其实是装出来了你知道吗 你今天 你该做决定的时候 你还是要勇敢的去做决定 如果在当下你觉得说 我没有信心怎么办呢 那么我的经验是 当我说我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假装自己有信心 然后就决定了 就这样子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事实却是如此 你不能说 我等我有信心的时候再做决定 不 你要假设你现在是有信心 而你跨出这个决定 勇气是什么 勇敢是什么 我相信勇气 并不是毫无恐惧的意思 我认为勇气应该是 我虽然现在被恐惧所淹没 但是我仍然继续向前迈进 我相信这是勇气真正的意义 如果今天你一点都不惧怕 你就不需要勇气了 你平常走路需要勇气吗 你吃饭需要勇气吗 你不用惧怕的事情 你不需要勇气 可是当今天你很需要勇敢 很需要勇气 神说你要勇敢的时候 那表示我们心里面很惧怕 我常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 神跟他说 你要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我要不要让你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你 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 我每次想到约书亚 听到神这样讲的时候 约书亚一定 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神一定与我同在 哈利路亚 我就想象 约书亚应该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站在神面前一个武士一样 后来我再仔细想 不 一定不是这样子 约书亚一定是好像脑肿一样 怎么会是我 摩西亚 你跑到哪里去 这些怎么办 我相信他一定被恐惧所淹没 你相信吗 因为他要承接整个以色列 敬迦南的责任在他身上 我相信他是被恐惧所淹没的 但是请问约书亚有没有 踏出跨约旦河的步伐 他跨出去了 当他跨出去的时候 神迹就在他面前站 你转开 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 当你了解这些事情之后 我不是叫你很突兀的 很贸然的 很有情绪的 很有压力的 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 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花一堂的时间 不是一堂 整个的信息的时间在讲 当你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有这一些的因素你要考量 你要寻求神的智慧 要了解到底神的原则是什么 你要充分的掌握你做决策的 相关的知识 专业的知识 市场的调查 或者你家庭的状况 你要充分的掌握 然后你要寻求属灵的遮盖 让那些在主里面更资深的人 他们跟神之间有更通达的关系的人 他们更了解圣经的法则的人 你可以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谈话 请他们为你祷告 请他们给你一些建议 我相信神会透过这样的属灵的遮盖 带给你祝福 也跟一些有经验的人跟家人谈一谈 然后你要很清楚的厘清 这个改变带来的目标 你要达到什么目标 不管是内在的目标 外在的目标 你很清楚这一切不是只是为了贪财 只是不是为了贪婪 或者满足你的欲望 而是真的是为了神 为了爱的缘故 为了真理的缘故 你必须做一个转换 如果这些你都确保了 那么最后要面对的就是 你的恐惧怎么办 你有没有信心跨出那一步 牧羊教会这二十年来我必须说 我看见许许多多的见证 神真的帮助那些靠着信心行动的人 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来到这个点 那么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请问你信任神吗 也许你说我信神 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地方 让我下一个定义 除非你尝过 在你完全无法靠自己的力量 完全无法掌握整个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来经历神的带领跟祝福 不然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神 如果一切都是你自己可以掌控 一切都在你自己的计划里面 一切都按照你的规则 你的流程这样子来执行 那么你说你信靠神 我要说你大概只信一半而已 如果你的人生不曾失控 不曾完全无法掌握 你只能够跪下来求神主啊 你帮助我 然后神带领你经过那些过程 那么我说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你的信心还需要再成长 我要鼓励每一个人 神要使用你的人生 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 为了神要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美好的事情 容许我最后再把上个礼拜 以文哥最后一张图拿出来 你不知道这张图的来用 不知道以文哥有没有跟大家讲 这张图有一个背景 这张图是旌旗教会的牧师团 十个牧师在一起 激烈争辩之后 不是争辩 激烈讨论之后 得出来的一个曲线图 这也许不一定每一个人人生一定是这样 但是或多或少这样的写照 从一开始你必须要负起你人生的责任 你要养家 你要有经济的收入 当然你也爱神 你也继续的服侍神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但是来到一个地步 你可能觉得你的存在不单单只是 要让你生活品质更好而已 你要去做那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转换一个工作 让你时间更自由 或是让你有更多的时间是去做 你认为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也许经过几次的转换 最后有一个转换要来到 就是你越来越清楚你在主里面 神给你的呼召跟带领 神在你身上的命定 最后你知道 你必须要跳到那个命定 那一艘船上面去 你必须要直奔你生命的命定 我必须说每一次的转换 都是一个决定跟改变 阿们吗 这个决定跟改变 我鼓励你 要有我刚刚讲这五个流程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要一步又一步的把你带到 你受造的命定 还有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而去 我们再把这五个标题重读一遍好吗 第一个标题是什么呢 寻求属天的智慧 第二个 了解事实的真相 第三 接受属灵的遮盖 第四 确认期待的目标 第五 划出信心的步伐 我相信借着这样子 一步一步你人生许多的决定跟改变 神要把你带到你最后受造的命定 跟呼召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神 我为在座的每一位献上感恩 谢谢你创造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 你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八十年 一百年甚至更长 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美好的计划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仅是活着 不只是维持着我们生活所需而活着 更让我们明白你创造我们的目的跟意义 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生涯当中 有智慧的不断的做出一些正确的决定 好让我们被一步一步的 被带到我们生命的成全的里面 求祢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觉得有几种人的状态 圣灵放在我心里面 我要在这时候 用一些话语来鼓励这样的人 首先第一种人是 但是我觉得你最近已经很深刻的 心里面有一个催促 好像你自己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改变你的职场 改变你的工作 但是这件事情你一直放在心里面 可能有跟几个人讲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 是你自己心里面在筹谋 在酝酿 在计划 但是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感动 我觉得神说 好不好你跟你的属灵领袖谈一谈 我觉得神鼓励你 把这样的一种想法 想要改变 寻找你的属灵领袖 我相信属灵领袖 透过神给你的领袖 神要带给你祝福 也带给你保护 让你做出一个更有正确的决定 不要隐藏这样的想法 勇敢的寻找他们的建议 我相信神要给你智慧 帮助你 另外一个在我灵里面觉得 我们当中有人 可能你面对婚姻的抉择 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交战 到底要不要进入这个婚姻 或者这个关系的里面去 我觉得今天神再次的 好像感动我要跟你说 神说 我的孩子 回到圣经的原则 回到神的真理 跟神的法则里面来 相信神爱你 神必要引导你跟祝福你 我觉得神要给你这些话 不要轻忽圣经的原则跟法则 相信神要透过这个关系 要建立你的生命 另外我有一个临时的感动就是 我觉得在我们当中 不管在现场或说的分堂点 如果最近有人跟你告白 希望跟你交往 但是他附带一个条件 就是叫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觉得好像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今天特别提醒你 按照圣经的真理跟原则 交往是要公开 是要透明的 如果有人希望你跟你的交往 是被隐藏起来的 那你要格外的谨慎 你要格外的小心 这是一个提醒 最后有一种人 你目前正要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但是其实你心里面已经知道 什么东西是对的 上帝要你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只是到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去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圣灵好像要跟你说 我的孩子你要信任我 一直以来你都以为你自己信神 其实你自己信一部分 你没有完全的信任我 神说这是一个机会 你要确信神一定会保护你 神不会害你 祂会与你同行 我觉得圣灵鼓励你 要勇敢的做出 神已经放在你心里面的 那个决定 我要请大家继续把眼睛闭着 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 你还不是基督徒 或者你还不太确定 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今天神很高兴你坐在这里 而且听到这一篇的信息 可能你人生也做过一些的决定 有些决定也许不错 可是有些决定 让你付上很大的代价 今天神要跟你说 好不好 我的孩子 进到我的祝福里面来 让我带领你的人生 来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然后你要经历我的恩典 经历我的祝福 我必与你同行 我必与你同在 我要来成全你的生命 因为你是我所创造 你是我所爱的 也许你要问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要做一个间短的祷告 来接受跟信靠耶稣 从今天开始 让圣灵引导你 让神的真理引导你 做出一切的决定 你可以一句一句的跟着我来 亲爱的主耶稣 在这个时候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 邀请祢进到我的心中来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生命的主宰 我要请求祢赦免我的罪 宽恕我一切的过犯 带领我的人生 走在祢最美好的道路当中 我把一切的决定交在祢手中 我要在凡事上认定祢 请祢引导我的道路 我这样子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如果你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 我要非常恭喜你 鼓励你继续来到教会 更多来认识这位爱你 创造你的神 好 帮我们从座位上面站起来 我们用这首歌 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祝我来到祢面前 将一切先上给祢 祢是我神 我救助 将一切先上给祢 全心交通于祢 全心交通于祢 因地我找到祢 你生年不全都为祢 我的救助生命 我愿호 我愿意圣能更多认识日本 也今天by 날 在为祢 求祢将看不生命,我看不明同在。 圣灵清醒,我愿全属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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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正确的决定 让我们一生蒙福 我们的家人蒙福 也让这世代蒙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把掌声归给神 阿们